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 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这堂课由温城市讲师为我们讲课 请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同心 晚安 今天第一堂课是来上高级班的请举手 第一次来上的 请举手 谢谢 已经上过初级班的请举手 好OK 这堂课题目叫做天皇主权法理至上 这上面这个英文有没有人看得懂 其实这个是天皇的主权法理至上 在网络上有这两篇很重要的文章 那秘书长这个法理的论述 就让各位同心记得 学员 你要把新台湾论的内容 读手 再来是什么 台湾战胜死回顾的内容 一共现在目前有四本 那台湾最终地位目前 4月1号正式发行的是台湾最终地位第四本 那里面内容是控告中华民国及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原文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赶快 赶快研究一下 第三本是第一次 就是2006年12月4号第一次控美案的控告的原文 那第二次是在第四本 那这两本都是原文的 那各位 我们要了解法理 尤其是国际法上 会使用的一些法理的名词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原文里面去做了解 那我问一下 那个 我现在说这个听不懂的牙手 我们团队说话这个 没有他听有吗 OK 好 台湾国座地位正常化 早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航班 刚才单程票 没有回头路 你下了航班 有没有下一班班机可以搭 有没有 我下车 我 我 参加 台湾国座地位正常化这个路程 想想的 跳车 还能够回来吗 没有 后班车给你坐了啦 因为这条路是唯一 可以带领台湾 迈向国座地位正常化的状态 唯一的一条正常的路 就是什么 依照发力 但国座地位正常化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吗 像 像目前中国市民政管这个流氓中华民国这个体制里面 每个地方的政党在电视上 他们所发表的 这些轮速 这些演讲 各位 你认为 有符合 发力台湾的发力吗 有没有 像中国国民党 说他们说要跟中国通一 是谁要跟谁通一 流氓来台湾的流氓人 因为2010年 6月29日大家知道有自然在一起发生了 X法 有没有 X法任签了 来对调佑的内容 说得很清楚的两边协议 没要战争 他回去也不去往台 他流氓在台湾的这个流氓的性质 是不是消失去了 没要战了 但是 西中 流氓政府在印度 回去就去往台 会 这 目前来讲就是 全新台北到 土博流氓政府的西藏流氓政府 在达兰沙拉两边 性质已经没三天了 不管 谁 做领导人 自李丁飞先生 丹水斌先生 跟妈英雄先生 跟什么 刹英文 就这 做 ROC的领导人 有代表台湾的政府吗 我先问一下 代表的牙手 没有代表的牙手 不知道牙手 所以 重要一点 他 并没有代表台湾的政府 他是什么 在你台湾这个木权为止 就先是 给他 请他来管理 跟普通的公司 同样 现在ROC 他的政客的名字 在海牙的法院 国际法院里面 给他政客的一个定位 就是什么 台湾 Associety of China 台湾的东京 东京叫什么 一位队来的 中国 它是东京而已 他有关你的困难吗 美国说的真正 他如果说 要收回来 他没话说 为什么 1945年 九月初期 大家就知道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麦克拉社套贵 第一号命令 Colonial Order No.1 一号命令 只要让 政府解救这个人 来台湾 这个太平洋战区 办什么事情 办理 军事舰这件事情 一号命令的内容 包括 后来 古今山河边调用 来对内容有说 要把台湾平洋的资金交付 真解释有吗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这个Saventeen非常重要 初期版 我们大家有上过 我们现在还要学习一下 古今山河边调的 第二条的笔款 Japan Linux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Spesadores Right Title and Crime ALL 大家认识英语 有点了解英语的 大家知道 ALL 后边 加的名书 名词 是不是要加S 对吧 为什么不加S 代表这个Saventeen 它把Right Title and Crime 取出 但是什么 有还存一些东西 在Saventeen的范围里面 什么东西 主判的疑忽 所以说初期版 上完上高级版 这就算更深了 你如果说初期版 没上到的 你会听这会比较差 有点困难 你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 什么管理 什么疑忽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刚才跟大家做分享 哪个例子 像 北母 跟小孩 子肝 例如我们 跟小朋友 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像是爸爸妈妈跟我们子肝的关系 自开始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娃娃 着地的时候 我们刚才出席的时候 这个 北母跟小孩 这个关系 有什么头发开吗 有什么头发开吗 这没什么头发开 但是爸爸妈妈在我们 没什么事情 还没生年的时候 还未成年的时候 爸爸妈妈有关系 跟我们关系吗 绝对有关系 生年后 当然 你要设计 社会法律的 那个是什么 纪律 所以说未成年跟 成年 法律 民党的 这个 出发的 这个 犯罪就 稍微不一樣了 未成年有的是18岁 有的是20岁 国家 他这个租款 有义务跟关系 他说 管理就是 他可以管辖 这个给他管 管辖权 义务是什么 虽然你搬出去了 但是爸爸妈妈 跟小孩 期间的义务 管的 没得到拖开吗 没得到拖开 爸爸妈妈身体坦苦 甚至他 缺 收肥的时候 小孩没条件 为什么 因为你爱 爸爸妈妈 你必须 回来照顾他 对不对 甚至什么 要给他安排 不能说爸爸妈妈 自私不理 要是什么 说不过 这就是义务的关系 主权 同样 他拥有所有权 可以管理 拥有 当战争发的 战争的开始 这个改变 战争国 把占领区的 这个国家 把占领的时候 当地 这个原来 这个政府 是什么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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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军事政府 会拥有10关 战争的 这个占领区的人民 可以10关吗 不行 为什么 像美国来说 美国在伊拉克 伊拉克的人 说什么 说英语吗 不是 说伊拉克 当地的 什么 跟美国人 说的英语 没通 没通 会拥有什么问题 会无法 会疼不 所以 在政策法里面 重要的一个 概念 必须 这种 战争国 在战争区里面 必须要找到 他可以信任的 人民 是 战争地的人民 来造成什么 民政府 就是civil government 政策法里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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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的时候 必须要做的 那 战争国的 理务是什么 他要保护 战争区的 安全 跟人民的 生命 平安 还有什么 他财产 可以保全就好 我们非常看看 这中国政策 我们 中介绍 他叫 15年的 10月25 他来到 台湾这片土地的 民政 大家有发现吗 他有宣布 什么事情吗 想起来吗 他宣布 他叫什么 去做 台湾公 货 想看看 台湾这片土地 是谁的 所有 宽征在谁的 日本天皇 凭什么 中国人 来问 凭什么 因为 下官条約 就是中国人说的 马关条约 新闻罗世纪 Treaty Treaty of 新闻罗世纪 全头 可以说得很清楚 战予的 亚 头前 有两个 国家的发言 台清帝国的奉帝 跟台日本帝国的奉帝 奉帝跟奉帝之间 跟台湾平和 因为台湾平和 当时是什么 清帝国的 市民地 殖民地 马国国法 里面 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只有什么 殖民地 没有的 拓殖地 可以 挂年 所以当时 台湾平和 在 在1895年 那四月十七号 簽定 下官雕用 就是 中国 市民纠材说的 马官雕用 但是 实质上来 又是什么 新闻罗世纪 新闻罗世纪 日本 是什么 翻作 下官 下官 所以 如果说 用马官去日本找 你会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地方 你找下官 一定找得到 所以 下官雕用 簽下 台湾的 平后的 所有困征在哪里 日本 天皇 所以 我们的 真 手臂 我的 手臂 我们看到 南石 那边 还有 旧的办公室 跟 军的办公室 都有这边 道 民主的 一两 叫什么 日蜀 就是 刚才我们 事与 带大家 开始念的 台湾民政府的主党 第一 以旧国势的法律 让台湾国势的地位 政策划 看到那个民度 我们要想起台湾民政府的主党 第一点 日本天皇保佑台湾所有款 我们心里就要想起一个一个重要的重点 日本天皇保佑台湾所有款 这个保佑是什么意思 很安全 很安全 还在他的手里面 没凶什么 拿去 所以叫做保佑 保佑台湾所有款 美国总统 保佑台湾所有款 为什么 凭什么 旧金山和平条约 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 第一条到27条 里面的内容 对日本天皇有做出分吗 有跟出法吗 并没有 并没有 他只是说 跟日本天皇管理国家的事情的管理 跟什么 跟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给他来做管理 所以什么 日本天皇 变作是一个整个 尖娘区里面的一个 法人的代表 但是他可不可以管理整个区域 他要发表 决定性的一些言论 不可以 用suspend 第一条的B款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B款 但是 日本天皇帝 台日本帝国的命令 北方四岛 福海道 北海道 本州四国九州 都岛 沃沂沃 台湾 北沙沃沃 澎湖和新南群岛 它的所有款 有没有出去了 没有 所以 这是什么 是美国 军事政府的军事 军事占领区 是军事占领区 不是什么 割让区 所以这个要分成做 卦牛区和割让区和占领区 不一样 割让区是什么 已经搬出去了 占领区是什么 加占领区是什么 加占领区 因为战政法的规定 当时 尖领区要继续 军事政府的尖领区 必须由 尖领区 尖领区的 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可以维持 尖领区的和平 尖领区 尖领区 它就加什么 这个当地 治理权交给什么 民政府 所以 战争法里面 战政法里面 这个重要的概念 民国的东西 你要记得 战起班 我们还要学习 有两个重点 第一 尖领区不移转出款 要战起来 我等一下给你问 你又忘记了 占领不移转主权 第一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 它流亡去送的地方 人家的国家 像第二次 世界大前 法国和比利时 流亡那里 英国的 倫敦 有两个流亡政府 法国的 French London 比利时的 比利君 London 在亚洲的 韩国的流亡政府 在上海 Korea上海 它就算在 那些国家的首都 中华民国 它的首都在哪里 南京 第1949年的4月23号 中华人民共和人民解放军 正式解放南京城 四月二三 還有幾天 還有幾天 還有九天 就是南京政府滅亡的日子 不忘了 那裡面的人走去哪裡 有的走去成都 有的走去重慶 流亡政府的定義就是 他原來的土地 他的政府離開 他的土地 走去什麼 別的國家的土地 的時候 也有變成什麼 名副其始的流亡者 政府流亡狀態 他在流亡的地方 可以說 我在這裡要建立自己的國家嗎 可以嗎 可以嗎 譬如說中华民國流亡 來台灣的台北 他說 我要換台灣的名 建立一個國家 名叫做台灣 可以嗎 可以嗎 不可以 績書說可以 那就是 中國就只要 帶一些團體去國外 有的走去華盛頓 有的走去紐約 有的走去拉斯維加斯 有的走去墨西哥 甚至走去歐洲 每一個星期 都去建立一個國家 各位 有嚴重嗎 全世界都叫什麼 中國 流亡政府不可以 就地合法 還有一個政權圓 幾點 歡迎就是這裡 這個韓國公法 他的來源就是在 1830年 拿破崙席 歐洲的時候 戰爭的就是他的這個概念 過世了 因為全世界開始 用萬國公法 來出代 來保護自己的國家 不可以說我 戰爭 這個國家 這個土地 人民就我的 這來造成什麼問題 共戰爭的 不甘願 共戰爭的 一直共戰爭 會甘願什麼 全世界 每天都在戰爭 大家有願望好兵嗎 很願望 所以什麼 法律是 可以預期 全世界好兵 為他的保障 所以 大庫庭裡面 我會記得一些 最近 幾年來 世界各國 發生 共 破戰爭的一些案例 和各位同心來做分享 這都在一些國外媒體 可以看到這裡的 但是 我們在台灣目前 媒體會去報 前前座的新聞嗎 不 他們都要報什麼 什麼人跟我們外交 車太浪 不然就 玩來玩去 就什麼 怎麼 都一些 沒有重點的重點 他敢報這些 國際新聞嗎 沒有什麼敢報 他敢報是什麼 川錫會 川錫會 有些阿伯說 什麼叫川錫會 川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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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錫會是 川普 美國總統跟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開的會 他開什麼 是習近平去美國找川普 對不對 對不對 知道這件事要害怕 謝謝 放下來 大家要關心 為什麼 我們要關心的是 是我們本身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民分 我們是誰 我是誰 我是誰 Who am I 我是誰 我們要去了解 我們的爸爸媽媽 兩方面 他是不是 本土丹人 我們就知道 我們要去 負政事務所 去申請什麼 台灣總督府的騰本 但是 現在負政事務所都聽不懂 他怎麼聽到 日治騰本 他就聽不懂了 但是我們是誰 我們是被捐領 被捐領的人民 我們的新聞是誰 日本台灣人 日本台灣人 我們說的 就是什麼 我們只是希望 美國軍事政府捐領 但是我們原來的所有款 是誰 日本天皇 各位 你證明你是日本台灣人 要怎麼證明 給這個天本 可以拿到 爸爸的 父母兩兵 媽媽的父母兩兵 一直追溯到 1975年的誠意之間 可以拿到 台灣總統府的 給這個天本 他的女後 出生的女後 慶應 民治 大政昭和 中國 有這些 藤本 你知道什麼 完全符號 你知道什麼 正港的日本台灣人 但是很多 我們 讀過這些 中國士兵 告訴我們 他們都要給我們 告訴我們什麼 日本台灣人的 聲鼓 中國鬧 就是 說的 台灣嘴 說出來什麼 中國的 所以本來我們 說實在 正常我們現在 上課 要說什麼 說義字 說日文 說日文 英文 對不對 國際法 歐法 我們想想看 那時候 都沒有地獄 世界大人卡住 我們現在上課 是不是都用日文 跟英文的說 會去說中國話 各位大家好 晚安 我們今天上什麼 會不會 因為ROC 他借到中國 占領軍的方便 在這裡 登記 用士兵告宅 把我們 占領區的人民 洗腦 破壞到我們 原來的議員 文化 國家的人動 甚至什麼 對天皇的好中 這是很嚴重的 滅足 滅族的大罪 滅族在什麼 什麼罪 戰爭法裡面的戰爭罪 軍事占領軍 軍佔領 戰爭領區 你不可以把 當地人民的 語言文化 國家認同 它的效忠 這些整個架構 完全的改變 甚至什麼 不能改變 當地 占領區 人民的國籍 以及四六年的 一月十二號 中華民國東局 透過捷餐制定 21297號訓令 把所有占領區 日本人的國籍 Emperor of Japan 台日本帝國的國籍 改做什麼 Report of China 當地上的 侵權 這不是普通的民術案件 不是說 智慧拆散人 竟用盜版 竟用盜版 沒有那麼簡單 占領區人民的國籍 nationality 區尖領軍 改變 這是很嚴重的國籍 戰情罪 所以大家 要記得 你今天來上課 初級版就好 國級版就好 你一定要把重點記起來 不是說我今天來聽說 哪參選委去聽演唱會 唱一唱 唱一唱的 大家好 好 不記得了 回去又一樣 蔡英文是台灣總統 她是台灣政府 她是台灣政府 法理雄 她不是台灣政府 她是台灣 Authority of China 來自中國的台灣當局 她是來殖民的 她要改變你的腦袋 要改變你對祖先 對國家 甚至是對天皇的效忠 你的議員 我們的說的議員 我們本身是什麼 要說普通話 我們說的 普通話就是 媽媽把我們教的 是不是我們這樣說的 有的是說 客家話 有的是什麼 說高沙的語言 MISS 或什麼 媽媽把我們教的議員 再來是什麼 國語 我們的國語是什麼 我們的國語是什麼 空巴娃 這是我們的國語 旅王來台灣的中國人 他是外國人 各位要記得 這邊土地有兩種人 請你記得 第一個 日本台灣人 也就是本土的台灣人 第二 外國人 外國人 在這個土地面上 他如果說外星 說外星 我們這裡沒有外星人 外星人是誰 在中國 體制裡面 才有說外星人 在台灣這邊土地 本土地人 我們還有日本台灣人 就是大日本帝國 國籍的台灣人 跟誰 外面來的外國人 這官僚一定要 透白開 不然你的中華民國 和台灣的分別清楚 這些基長 最近 我有發現他的電子看板 跟他改什麼 Welcome to Taiwan 會看什麼 青天白日 滿地紅的基 各位 這很嚴重的錯誤 一開始來 外國人就看了 就在笑了 笑什麼 台灣不是國家 底下那一面旗也上不了台面 各位 有沒有看過奧運會 升過中華民國國旗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中華民國國旗 有飄揚在奧運會 你有看過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請放下 這個看法就是什麼 萬國共華一個中國的原則 現在一個中國 是哪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Republic of China 常常賣夢 剛才有說 他叫數九年 四月二三 南京政府滅亡 又高綱 在九天後 就是中華民國南京滅亡紀念日 歷史的聲音很清楚 賣夢 走到哪裡去 你走到那裡 你走到那裡 國家都是叫做流亡政府 現在目前合法在中國 在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 people Republic China 才是真正合法的中國 美國它是 停 它的反共夥伴 很快就 它在20到20 1978年的12月31號 卡特總統 川普 跟什麼 中華民國在台北這個政權 斷交 跟什麼建交 北京政府 這個 這個是誰的事情 中國的內政 跟我們佔領區人民 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各位 這個觀念要出來 流亡中華民國的事情 是不是我們台灣人的事情 是嗎 不是 不是的牙手 是的牙手 不是的牙手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個 他們發生任何事情 是我們台灣人的事情的請舉手 不是的請舉手 請放下 不知道的牙手 不知道的 請舉手 這觀念還是沒有轉過來 你的身份 我問一下 你的身份是流亡中國人的請舉手 是本土台灣人的請舉手 OK 請放下 本土當人你是佔領區的人民 他是流浪來的refugee 是中國難民 身份有沒有一樣 有一樣嗎 有一樣嗎 人的兒子 寫到媳婦 你知道嗎 身份有一樣嗎 有嗎 你知道嗎 本土台灣人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關心到 政政法裡面 我們本身在佔領區的管理 跟我們本身的命份 不是去關心這些流亡來的中國人 引導的事情 他要什麼動 那是引導 門關起來的事情 他們打到天邊 整間房子燒起來 也不關我們的事情 我們要關心什麼 尖領區 我們 本土當人 經濟政政法 成立的 台灣民政府 為了這 本土當人的 國際金錢 這個案件 正處到 後尚 政政法的流程 要怎麼走 要怎麼埋向 台灣國際地位政政法 這是我們 每一個動心 怎麼會記得 台灣民政府追求的目標是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來這位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不是追求台灣獨立 大家要清楚 也不是自治 建國 那個都不是我們的主張 要記得 在校長上 五分中 兩種 永久的效忠 就是我們的所有權人 戰實性的效忠 是因為戰爭法 佔領者 我們在戰爭法的 一個基本的 觀念就是要 效忠佔領者 因為佔領者的意志 代表法律 要清楚喔 OK 這就是天皇主權法理智商 這一節課 很重要的重點 這條路 早就已經開始了 就單程票 你下了車 絕對沒有回頭路 2017年4月11號 台灣民政府重要公告 各位 你要上官網去看喔 裡面有寫很多 那結論呢 來一起唸喔 1 從高院 這個高院是哪個高院 美國的高等法院 從高院認定 日本具有台灣潛在管轄權 2 只有日本能給予本土台灣人國籍 本土台灣人國籍 英式 日本天皇成名 有的 有的 幫路上的朋友看見 他說 欸 跟日本 可以讓本土大人 還有一歲 本土大人 現在可以去 找安倍政府 去申請日本的貨招 對牙手 不對的牙手 不對的請舉手 請放下 各位 要分清楚喔 現在安倍政府 他的架構是什麼 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喔 麥克阿瑟 所修改 日本帝國原來憲法的第四條跟第九條 成爲什麼 和平憲法 所以他的政體就是管轄的那個政體 已經不一樣了 不是原來的帝國政府 像一開始 江蘇跟大家說的 日本天皇在 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一條到27條裡面 沒有對他做處分 只是 是把日本天皇管理國家大事的權利 交給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大家想看看喔 日本政府現在的性質是 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大家聽起來沒有人熟悉 有沒有跟民政府的組織架構成分有一樣 有沒有 對啊 所以有結束戰爭的狀態嗎 台灣有 台灣有結束戰爭的狀態嗎 有沒有 台灣有沒有結束戰爭狀態 有的說外面沒看到軍隊 也不用打仗 也沒看到像敘利亞這樣轟炸 所以沒有結束戰爭狀態 對還錯 錯 各位 各位 今天 大家有看過新聞嗎 萬安演習 在台中 有人就把警察問說為什麼要演習 警察怎麼把神 神悔 神悔這樣意思 很神奇的回答他有個問題 沒有辦法回答 問的人 沒有辦法還反求 什麼問題 你能夠確定 不會再戰爭嗎 警察怎麼問 有問題的人跟問的人 亞口委員 沒有辦法回答 各位 台灣是軍事占領區的 台灣是軍事占領區 不是國家 它也不是中華民國 各位要認清楚這一點 它是軍事占領區 所以在上面發生什麼 民運事件 集會遊行抗議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點 你有發現嗎 警察都拿什麼 蛇籠 鐵絲網 巨馬 這是什麼狀態的 土地民党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還在戰爭 這裡看有這些東西 你看一般政策的國家 人在遊行抗議 你看人家的警察 會不會隨便出手打人 美國會不會 英國會不會 那會不會拿巨馬蛇龍鐵絲網 武裝警察出來震報 會不會 就是因為是軍事占領區 還沒結束戰爭階段 各位要認清楚 台灣目前是軍事占領區 可不可以獨立 可不可以 為什麼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再加上 美國總統 依據 舊金章和平條約 23條A款 有軍事的佔領權 所以握有台灣佔領權 誰的責任最大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有責任 尋萬國公法 因為每一任的 那個美國總統 他在宣誓就職的時候 除了他按著聖經 宣誓就職之外 他也要按照 美國憲法第一條 第八章的內容 要遵守什麼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是什麼 國際法的最高的依據 各位要記清楚 國際法最高依據是什麼 萬國公法 所以台灣民政府主張第二條 遵守國際法 包含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是不是 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是不是 不是 開羅宣言是什麼 他說 宣言其實就 我比喻他的性質 就這樣三個 小朋友 經過人家的庭院圍牆外面 看著人家牆裡面 有一顆蘋果樹長出來 垂了好幾個蘋果在圍牆外面 然後這個三個小朋友 開始討論說 等一下 我們把這個蘋果 那一顆給你 那一顆給我 那一顆給他 各位 可以去拔嗎 可不可以拔 那一顆果樹 蘋果樹有沒有主人 去拔去拿會不會犯法 國際上也是一樣 台灣澎湖 新南群島 他是誰的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他還是保有所有權 而且所有權狀是下官條約 Simonoseki Treaty Trikey of Simonoseki 在他的手上 至始至終 不會因為究竟要和平條約的簽訂 而喪失對台灣澎湖的所有權 所以開羅宣言可不可以說 你有遵守開羅宣言 所以蔣介石你可以把台灣澎湖拿走 不可以 那1950年 是韓戰 救了蔣介石 本來蔣介石要去哪裡 菲律賓 美國本來有安排要去菲律賓 幾天 三天 三天而已 非兵說 我可以讓蔣介石在這裡 老三天 你要去嗎 你如果是蔣介石要不要去 台灣澎湖如果美國當時渡入門決定 我不要了 我給你老 你去找保衣 他要去哪裡 他最后我是跟一些朋友在討論 他可能最后會去哪裡 泰北 亞西亞的菇兒 有一部電影 大家記得嗎 孫立仁將軍在 泰國的北部 亞西亞那個菇兒 有可能最后就去那裡 因為現在就是在 麥克拉斯的一號命令裡面 他在了中國戰區 還有接著 越南 各位大家有想法 越南 他有改變他的意願嗎 他的國家運動 說我是中國人 也是越南人 因為歷史上 越南叫做交子國 曾經做過 元朝什麼宋朝 做他的藩屬國 所以 越南最後要回歸中國 有沒有這種因素 然後因為歷史因素 所以要回歸中國 不是說謬論喔 在幫路上這樣在走 各位 我們想看看喔 陳其思汗 他透過戰爭 走到一個地方去 打到烏拉山去 現在的俄羅斯 烏克蘭 打到烏拉山去 如果中國說 根據歷史因素 要收回這些土地 這樣我們會跟這些人說 你先去把俄羅斯 把普丁收回來 然後呢 把越南收回去 你這些做成了 你再來講這件事情 他敢嗎 中國也敢 再來第三 來第三一起念喔 本土台灣人其國籍是什麼 日本天皇的成名 所以我們的身分是什麼 日本台灣人 為什麼要說日本台灣人 你說 如果說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我們會叫中國人吃豆腐嗎 不會 如果說 我是台灣人 中國就吃豆腐了 中國台灣省人 你說日本台灣人 他就沒辦法 他知道啊 你知道你的名分 是日本天皇的成名 所以 你是日本台灣人 你如果講台灣人 他就 會有兩個新婚 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台灣人 在那裡 這兩個 黑人民 日本台灣人 也是台灣人 所以等一下分清楚 the people of 台灣是屬於 台灣這片 土地上的人 他就是可以拿出 證明說 他是證明在1945年 9月2號之前 已經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台灣 流亡來的中國人 包括國外 來中國居住的台灣居民 他名稱叫做什麼 the people on 台灣 歐恩 跟OF OF是屬於 土生土長 他生的金土生 叫做OF 歐恩 歐恩 歐恩就是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就可能 一陣風吹來 飄過來 等一下又飄走了 要聽到 OK 第三 一起唸 主張台灣屬於 中華民國的 開羅宣言 是一張 廢紙 跟簽名 有沒有簽名 有沒有關係 有一些 台獨團體說 開羅宣言 沒有簽名 我剛才就說過了 你在 人的偉像我 在討論說 我 等一下 跟 裡面的主人 原雞 我原贏 等我等了 蘋果 蘋果樹 我就可以拿來 可以嗎 不可以 所有權狀 不得 什麼 轉移 就是佔領不得已 轉儲權 所以開羅宣言 是一張廢紙 來第四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是什麼 流亡政府 而中國的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已明確承認 於1946年 變更本土台灣人的國籍 本土台灣人的國籍 是什麼 Nationality 是哪一個國家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不是日本 分清楚 和平憲法 跟原來的帝國憲法架構 現在的日本 是日本政府 是在和平憲法的架構下的日本 那我們咧 在大日本帝國的帝國憲法 架構下 換句話說 就好像 我們一家家 大房 二房 四房 大房 怎麼 翁先生 小房子 去外面 去一間房子 自己住 但是 一樣是我們家的人 但是 他家裡的人 包括他的房子 是對 是本房 分房 啦 可是他 還要不要回來 看爺爺奶奶 他是不是爺爺奶奶的人 只是說他 出去了 有一本新的 戶口名簿 要聽到嗎 和平憲法就好像 他已經有了一本 新的戶口名簿 我們咧 還在爺爺奶奶的戶口名簿裡面 這樣有沒有聽懂 那你就聽得有了啦 因為大日本帝國 帝國憲法架構下的 日本台湾人 跟和平憲法架構下的 現在的 日本政府 兩個 要分清楚 不要想說 前面第二點 只有日本能給予 本土台湾人國籍 所以我們 組一個團 去日本 找安倍政府 申請護照 NO 不可以 OK 來 已經造成 來一起唸 已經造成本土台湾人 喪失國籍的傷害 世界人權宣言第15條裡面有說 每個人都要有國籍 而且 每個人他的國籍 包括他改變國籍透過 自願意願合法的程序 改變之後的 那個國籍 任何人 任何國家 都不可給予否認 或者是改變 這是世界人權宣言第15條裡面重要的 內容 OK 第五 聯合國無法給予本土台湾人國籍 本土台湾人不得依據聯合國憲章的人民自覺 要求公投選舉獨立 第六 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日俗美戰 我們再複習一下 台灣民眾的主張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所有權 美國總統 握有台灣佔領權 不要只是講日俗 俗日本 美戰 美國佔領 講一半 你只是講一半 我們要講 前面這個日 是國家法人 誰 日本天皇 美勒 美國的 國家法人是誰 美國總統 所以要記清楚 OK 好 這是在公告 2017 4月10號的一個公告內容 OK 好 各位 各位 我們會對來 看清楚 這是國家地位頻道 透過 很多年 一個DNA 歸納 出來一個脈絡圖 我們看到這裡 Africa是在哪裡 Africa是哪裡 非洲大陸 所以各位 你說大陸的人 江蘇貝在這裡問 你講哪個大陸 歐洲大陸 亞洲大陸 非洲大陸 澳洲大陸 還有一個南極都大陸 美洲大陸 哪個大陸 你講大陸哪個大陸 要講國家 一個人有class嗎 有水準嗎 講話要照法例 不是公主 無資本 多黑白 吹牛皮 大陸 哇 中國人很厲害 中國人全世界的土地 都叫做大力 都他的 有貪心嗎 很貪心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我們的祖先為對來 非洲 Africa 有一條叫什麼 M174 從非洲的東部 沿著 阿拉伯半島 印度半島 到東南亞 到經過什麼 台灣 沃克娜 日本 朝鮮 進入到什麼 現在的中國的境內 誰是誰的祖先 我們看一下 冰河時代 六萬年前 開始 遷徙 來到這裡呢 佛摩沙 也叫佛摩森 大概是距離現在 三萬九千六百年到四萬年的時候 佛摩森就在這裡定居下來了 然後呢 繼續往北 遷徙 所以大家有聽過嗎 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的祖先 到來拿手 對著請舉手 對著請舉手 不對著請舉手 各位 頭部稍微回來了 喝酒 有聽過嗎 吃水果 拜手頭 啊 手頭在哪裡 手頭在這裡 水 碗頭在這裡 要流過來 韓國 中國 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的祖先 對著要拿手 不對著要拿手 你說不對就是感情因素 你的感情在作祟 感情啊 感情啊 就是叫那些記者媒體自己影響去 我你說得很清楚 這個脈絡圖 水這樣流過來 這樣 韓國人不是中國人的祖先嗎 沒有水這樣流嗎 聽到沒有 來我再問一次 韓國人是中國人的祖先拿手 對著請舉手 不對著請舉手 鏡頭要看清楚 箭頭圍在這裡 源頭在這裡 那流過來 客水有說流到一半 斷斬 那從這裡流出來嗎 有沒有 那圍得清楚 韓國人是中國人的祖先 對啊 正確啊 正確啊 上面已經寫得清楚了 科學的驗證 科學的驗證 透過DNA 各位我問各位三問題 DNA可以用假嗎 DNA會不會有假的 假照 從身體取樣的DNA是假的 有沒有 沒有 所以這檢討出來 大家要清楚了解 台灣人是誰的祖先 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的祖先 你的祖先正港為那 在1949年10月分 自政 威平流浪來這裡的 那就是正港你的祖先 是中國人 發力的證明就是這樣 OK 這官人要清楚 喝水屬完頭 看好清楚喔 沒有感情音樂 以前我讀的課本 對 所以中國 登山來台灣 各位 我問各位 就好了 嫁娶 上帽來 不敢開桌 誰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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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分化 你住三個 住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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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分開 兩邊 產生隔閡 不團結 他就比較好管 聽到有沒有 所以他分說 你是閩南人 客家人 你台北 你苗栗 你會同的 你就會分結了 你一家我去找 我們沒有同學 我們都不要團結 稍微看錢給你 你就投票了 所以政治人就是這樣來的 大家要了解清楚 為什麼要說這個 給你了解 經由科學 科學的驗證 了解到我們的祖先從哪裡來 MEC是整個流到這個台灣弗摩森這上面 全部在這個地方 四萬年前已經在這裡定居了 大家都是一個血脈 大家要了解清楚 所以我們跟日本的關係有親近嗎 我們給大家看看 包括我們一些東南亞的人 我們民情是不是要生不生了 DNA沒辦法做假 DNA無法作假 所以史關非常重要 歷史的觀點 你要根據法理 不是自己用殖民教材用編的 唐桑過台灣 各位 當初來台灣的流浪漢 有聽過嗎 你要不要結婚就準備去做流浪漢 流浪漢怎樣 穿到破爐爐爐 就是乞丐 來路不明 當時的台灣人 敢不敢去嫁流浪漢 不敢 OK 人類的文明發源在東非 不在台灣 為什麼 這個M174已經講了一切 這條 M174 台灣那個比較白看不清楚 你要看 老闆的黃色這條 有沒有 東非 阿拉伯半島 印度半島 透過東南亞 台灣 阿拉伯半島 朝鮮到中國境內 有沒有 很清楚吧 4萬年前延續的M174 是透過什麼 DNA檢定 有70萬人的樣本 是什麼 棉花棒張口腔黏抹去驗 不是抽你的骨髓 你要驗DNA 我們想要抽骨髓 所以我走到買來 不敢去驗DNA 但是 為了 財產 要拌給什麼 只好 頭皮硬著 去驗DNA 這個什麼 跟他棉花棒張口腔黏抹 不是抽骨髓 你不要叫我吃雞 吃雞於團體說 捐骨髓要抽你的骨髓 那個不一樣 驗DNA比較輕鬆 棉花棒張口腔黏抹就好了 OK Permotion 我們的部落 就是整個都市 知道嗎 那麼多部落的部族 出品隔壁 大家拐作會 是不是同一個隔壁 同一個社區 是不是 是還不是 對啊 DNA告訴我們 祖先來不及說的故事 各位 馬街醫院的林瑪莉醫師 人家清澈 他現在有一個叫做 基因溯源的 一個公司吧 團體 專門在驗DNA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驗驗看 台灣科學博物館 在台中 去驗到什麼 四千八百年到五千年的人類化石 大家有沒有看到 2016年去年的4月27號 驗到的 中國那個地方 北京人 山頂洞人 我們以前的 還有長濱文化 還有什麼 巴黎那個什麼 十三行文化 都很久了 山頂洞人 撞出來慢慢的去驗證 用碳14年 海骨的年齡去驗證 稻米文化 前進一千年 二孔一五年的 八月十二 不到 五千年前 台灣這邊多數 就已經開始進入什麼時代 農業的時代 第一顆米在台灣 五千年就已經有了 你看看 這是高的化石 南光里 這個是台灣總督府的戶籍騰本 因為日本天皇 以1915年 建立了完整的台灣主權 開始經濟二萬國共犯 對 FORMOSA PASTORIS 這土地面上的人 開始什麼 做調查 戶口調查 戶口普查 現在要做統計 造冊 戶籍騰本 就是什麼 叫萬國公法 同時 北海道 愛女主 一樣 也是這套 萬國公法 這個流程 全部造冊 什麼人 大小的幾番地 台北酒 雞郎君 什麼料 對一廂 新廂 三餐料 幾番地 當時交合 四年 十月分 這個地方 這個人一對來 當時出席 何柱 什麼名字 姓潘 各位 姓潘 我姓運 這名字都是什麼 這些外來的 市民 第一人 為了 要分化 部落 為了分化 部落的團結 分化了 分很多 逐破 你住這棟 上面的棟 你生的棟 這棟裡面都生的棟 你住這棟 你生的棟 還有一棟生的爐 但是你要說得好 你在棟頭裡面的人說得好 生的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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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何爽 拿去 你們都生的 剛才登上一棟 這棟跟鷹 都是生的 不可以夾 所以大家有聽過嗎 生的棟跟生的棟 不能夾 害怕你去找到自己人 生的棟 DNA變化的不良的小朋友 有的玻璃 瓦瓦 那都是DNA有問題 還有一些罕見的疾病 妥瑞士 妥瑞士就是這樣人好好的相容 刷一刷 那個就是妥瑞士 那都是DNA去沖到自己的人 所以生出來有怪怪的 但是我們一樣接納 沒辦法 刷就是什麼 生活在水邊的外國人 這個刷 因為親帝國 它沒有外國人這個名稱 所以用刷 刷英文是什麼?Foreigner 你讀過英語就知道 Foreigner是代表外國人 那全國人他做意就沒辦法 他就說直接的 Foreigner說一下刷 刷就是Foreigner 代表什麼外國人的意思 熟 比較熟 接受 比較熟悉 管理政府的事務比較了解的 比較熟悉叫熟 生 比較陌生 這怎樣了解 但是都一樣是佛陌生的人 福類 講福州話的當地人 廣的 講廣宗話的當地人 幾個例來講 那像在土地面上 大家都同一組同一 土地裡面幾少的人 他說英語 他說法文 他說德文 但是邊邊都是佛陌生 都是本土地人 這樣聽到有沒有 在書就像這樣 你看 當時的學生 有湯匆咖 有沒有 有沒有 國民黨來講 以前的日本統治 大家都生活很壞 所以大家都湯匆咖 你看看 湯匆咖有沒有 湯匆咖有沒有 青帝國 是民地拓殖地的時候 台灣在哪 西部六個屯墾區 美國跟我們 台灣這邊拓殖地 最早的一個事情 是甚麼 羅發號 那當時 美國有一個 羅發號 漂流 遭到鳳台 在南架的時 擱淺 結果他重力要求救 上 上陸地要求救 結果排灣族 全部 拿完了 結果 美國來處理 軍艦來 黑船來 甚至 行文 去跟青帝國說 你 南架 這個地方 羅發號的事情 你青帝國要來處理 結果青帝國的外交官 叫做 茅廠西 他說 身藩 既我化外之地 法語不法 由貴國製裁之 意思是說 那個地方不是我們的 你要怎麼處理 美國你自己看著辦就好了 不用問我 第一次 第二次 屏東的牡丹社 日本跟琉球人的事情 也是這件事 這個茅廠西一樣也會說 法語不法由貴國製裁之 就是美國跟日本 以前發生這兩件事 就是 羅發號跟什麼 牡丹社事件 羅發號這件事 之後就是 美國 本來要跟台灣族戰爭 但是看到台灣族 他怕什麼 怕翻刀 怕矛 美國拿什麼 拿槍 步槍 我想說 我這樣跟他打 我如果打腎臟 那很不光明 所以什麼 我自認投降 拜給你了 跟台灣族簽訂 南甲之謀 現在是 南部 一個地方叫出會那個地方 簽南甲之謀 這個地方 恆春東門 簽什麼 締結南甲之謀 日治藤本 這是 台灣總督府戶籍藤本 我們的名分是日本談人 所以我們用的名稱 慢慢要脫離 因為我們的感規 感規法理 剛才了解法理的人 不然頭部 都沒關係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說 日治藤本 我們要把日據 去除掉 因為中國市民告宅 撤謀的教友認為說 台灣 淘汰台灣 日本人淘汰台灣 日本人有沒有偷拿台灣 竊據台灣 有沒有 沒有 誰竊據 蔣介石 竊據台灣 想要 什麼 佔領永久 要永遠在這裡 甚至還要就地合法 所以現在你們一直在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不是就地合法 要竊據台灣的證實嗎 有沒有 他們的領導人都要說 所以大家要記得 竊據台灣的不是天皇 也不是日本政府 而是ROC 你要清楚 所以只要一旦四流年 一月再去以後 所有人又一回改條 是不是偷拿台灣 偷拿了 你偷拿的東西是 你偷拿的東西 有什麼主人命的 把他扶掉 還把他抹背 所以 竊車集團 詐騙集團 那麼多 是什麼人 會有出來 ROC 會有出來 在肯亞 那詐騙集團 犯罪之後 要去回來 要送去哪裡 送去中國 送去中國 會送去台灣嗎 為什麼 提侯朝明朝 Repor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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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 北京 所以都送回來 這就是那個 你看 華盛頓海軍條約 第十九條裡面有看到 福爾摩沙跟澎湖列島地 華盛頓海軍條約的十九條的第三款 白紫黑字已經承認 福爾摩沙跟澎湖列島是 日本的什麼 列島的領土 台灣澎湖列島 已經清楚了 東西在1922年的2月6號 簽署喔 哪個國 五個國家 美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日本 軍事武力最強的國家 來我問一下 你認為 是美國的請舉手 英國的請舉手 法國的請舉手 義大利的請舉手 日本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 至於太平洋戰爭 大東亞戰爭之前 世界第一武力軍事最強的國家是誰 大日本帝國 現在是美國 聯合國的軍事武力 是第一名 第一名最強的 就是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日本 所以 統籍日本 維和部隊 當時有國際 組織叫什麼 國際聯盟 就像現在的聯合國一樣 大家想看看 美國 美國 擔任 維和部隊 執行 維和任務 進出 阿富汗 進出 伊拉克 是不是侵略 是不是侵略 不是啊 那日本帝國的軍隊 三次進出 中國 為什麼叫做侵華 大家有清楚嗎 一樣是國際的世界組織 國際聯盟 跟聯合國一樣 軍事武力最強的 日本帝國的軍隊 是執行 維和任務 三次進出 中國 把中國的內戰 蔣介石 毛澤東跟 汪精衛的 南京正統的政府 跟滿洲國 維持和平 三次進出中國 為什麼叫做侵華戰爭 美國在聯合國 是維和部隊 進出阿富汗 進出伊拉克 各位有沒有聽過 美國侵略伊拉克 美國侵略阿富汗 有聽過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對啊 沒聽過啊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以前讀的 那是不假的 南京大屠殺 也是假的 各位 你如果去網路上 我給你各位 你去查 南京事件 調查報告 你把它寫下來 你網路去search google一下 南京事件 調查報告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 經由 寫相片 列明的技術 一些技術 捏造出 日本帝國在 中國境內 大量屠殺的假照片 很多 人家說什麼 慶竹南蘇 很多 你去網路看 包括台南民政府的官網 有哪有 各位你們可以點去看 南京事件 調查報告 裡面內容 有時候說 日本帝國人 我做日本人 很減少 日本天皇在全世界的 有皇帝國王的 這個國家裡面 他是排第一名的 至高無上 日本天皇坐在 面對照片的 左邊 第一位 第一排 左邊第一位 美國 美國咧 美國他沒有國王 大家記得嗎 英國女王坐在哪裡 第一排 座位的中間 像丹麥那些 可能坐在後面 包括泰國的國王 都在後面 比較小 所以大家去看相片就知道 日本天皇 左邊 第一排 第一位 世界有國家 日本天皇 地位最高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什麼 教皇 再來是什麼 英國女皇 美國總統 再來什麼 其他各國 總統之類的 OK 依照國際法取得 台灣的法理主權 主權的英文 什麼 Sovity 合併編入 國土一部分的 分水嶺是什麼時候 1945年的4月1號 台灣澎湖 台灣澎湖實施什麼 日本帝國的憲法 日本帝國的憲法 Constitution of Emperor of Japan 行政區 1895年 第四次是1897年 1901年 1909年 這是日本 日本的 日本帝國的 台灣總督府 把行政區域的一個變革 有12廳 20廳到12廳 1920年第八次 五週三廳 1940年 各位 你知道這裡是在哪裡嗎 在台北市 那時候有沒有陸瓶莊案 有沒有陸瓶莊案 這在那裡一台而已 各位你有沒有去過西門町 有沒有 西門町 那個字要唸挺 不是唸町 西門町那個地方 你看那個當時 1940年 台灣總督府的建設 路有白嗎 有蓋蓋蓋蓋蓋嗎 還要特別去立個案 叫陸瓶瓶案 結果做完 下一個褲 還有一個褲子 車過還會回家 比較多 東西你看看很白 板上之雲 在1942年的時候 台灣是第幾戰區 第三的海軍的軍區 屬於大日本帝國海軍第三軍區 它的中心在哪裡 佐世保海軍基地 與朝鮮九州以西 沖繩路爾島 關東州 同一區 新南群島是屬於大日本帝國 南洋海軍區 這是什麼時候 昭和17年的大日本海軍的地圖 這都是天皇的土地 日本天皇保有的所有權的範圍 那這個呢 朝鮮半島大家記得喔 因為日韓並和條款 朝鮮的那個高中皇帝 把朝鮮半島的管轄權 永久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朝鮮半島當時 日本天皇他可以派軍 來保護這個區 OK 為什麼大東亞戰爭 太平洋戰爭 因為當時白人殖民地 大部分都在亞洲 各位 你要做殖民地的人嗎 買了賣 所以日本帝國他受到 歐法 靜代化的 過程之後 了解到要幫助 整個亞洲 建立完整的主權 讓他們有一個 萬國公法跟靜代化的概念 不要淪為人家生產的工具 所以 組成了什麼 大東亞共榮圈 這館娘怎麼出來 這是東森在花蓮去發現到的夢白 大正十一年一月三號出生 叫做板田正行 他過世的日期是昭和二十年 就是1945年二月十一號 有沒有看到 這正港 日本台灣人的墓碑 你看它上面會不會寫什麼 龍西堂 有沒有 還是民政到寫一個禮啊 城啊 有沒有 這正港的 這正港本土大人的夢 來 台灣歷史的軌跡 從下官條到第二條B款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從後面 這個是整個 1915年到1945年 是萬國公法SOP的一個階段 其他的大家初級班記得 你再複習一下 宣布無條件投降 9月2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 然後再來 10月25號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不是台灣光復節 ROC當局宣布為台灣光復節 是嚴重違反國際戰爭法的戰爭罪 大家清楚 蔣介石集團代辦 美國在台灣澎湖的軍事佔領 到台灣關係法這個階段 這整個 好 這是在現在新北市樹林 現在有看到一個劉璋之碑 這我經過也有去看 這個地方 那個台灣總督府 在大漢橋左岸 這個地方 他有做一個整治的工程 後川駿 水路設計者劉璋 是台灣總督府紀念的一個紀念碑 這個地方 警察可不可以領檢 當然是可以啊 你身上有帶槍 幸好有看到 要不然這些槍跟毒品 各位 現在毒品跟槍有沒有氾濫 現在有的工程車工程 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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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資源回收桶裡面 搞不然你會撿到槍 還有什麼 在那個機場的 洗手間 去撿到子彈 放在那邊好幾天了 很多 所以各位要了解 現在目前真的有夠冷的 連校園都有 毒品 有時間學校在台北市 德國有普遍性的使用太陽能 那為什麼台灣 這個來自中國的治理當局 台灣的Society of China 為什麼不使用核能 就是不使用太陽能 選擇使用核能 這一個羅小姐 她有來過我們這邊演講過 她講出一點 她說 因為太陽能沒有回扣可以拿 所以就沒有發發展 你聽到有沒有 人德國普遍 她才有土地出來 國家政府 鼓勵大家使用太陽能 你什麼 逐步在廢核 不是反核喔 或者是核能發展廠停止運作 NO 連核能都不要用 而且要廢掉 德國要計劃到什麼時候完全廢核 公元2088年 各位台灣民眾的動心 大家要做個打拼 把核能為台灣這片土地的民眾消失去 好嗎 大家記得喔 核能非常嚴重 你看311的地震 核能發電廠的核廢料 全部包括 核 核 複射污染 水底的魚 你看整個都變種了 包括人 都影響的東西都不吃 水果這樣 外國的魚 包括這些動物 都產生基因突變 核能在台灣可以見到四場 核一場、核二場、核三場、核四場 這是要害台灣人 對不對 大家要清楚了解 不是反核 是要廢核 ROC的 那叫中華民國護照 不叫台灣護照 再找的人 整台面上都在哪 在香港 Chinese Taipei 什麼意思 你奧運會民定生的旗幟 是這一面的請舉手 我再問大家 在奧運會上 生的旗幟 Chinese Taipei 是這一面的請舉手 謝謝請放下 他的全名 為什麼叫Chinese Taipei 全名 為什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在台北 City 要引擎車 這個流亡政府 難民才會使用 五個圈圈 那為了要 區別 所以 明天放什麼 車連拜 出雲號 赴南京 北京等日本 給個說法 就像和平條約 第二條的F 有講到日本 放棄對南海 諸島這些的管轄權 那主權 義務 還存不存在 還存不存在 存不存在 存在啊 所以本來就是可以去啊 為什麼要給個說法 只能代表北京 這是中國政府 對法理的 故意 不知道 他們 不是不知道啊 因為現在武漢大學 很多這麼的 學者 有什麼 一樣什麼 政政法的資料 但是 裡面 這本研究出來的資料 唯一 少掉的一個章節 是寫什麼 台灣 中國的武漢大學 中國的武漢大學 由教育各國的學者 來使政政法的研究的資料 來對台灣的章節不敢說 來對 內容 幾乎跟 秘書長下的 信談論 一樣 所以大家 要了解 給個說法 他要科技 說日本的安倍政府 你懂不懂戰爭法 了不了解 究竟讓和平條約的內容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台灣戰爭史回顧318 OK 跟各位 大家了解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這一篇 講到日本新的憲法跟 民治憲法比較 來談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麥克拉社如果 當時按照日本政客跟憲法 學者的意願 新憲法就不會寫了 因為在1952年 日本恢復主權當期 1952年的4月28號 恢復主權 有賓奴捷 日本政府 法案源自外國問題 曾經引起爭議 在1945年 還沒有到1946年期 已經有很多 憲法改革的討論 麥克拉社朝擬 很明顯是受到 日本自由分子的思想影響 麥克拉社朝擬 並不打算推行 美國式的總統制或聯邦制 相反的草案採用什麼 英國式的議會制 被日本的自由分子 視為取代歐式專制主義的民治憲法 最可行的選擇 來往上捲 1952年之後 保守派跟民族主義分子打算修改憲法 使他什麼 更日本化 那受到一些原因所阻礙 一個原因是因為修改憲法比較困難 修憲動議 必須國會兩院的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 才可以交由人民來進行公投 這在憲法 日本帝國憲法第96條 還有 反對黨在國會 佔有三分之一席次 主張維持現在的憲法 不支持修憲 甚至對執政黨 自民黨黨員憲法 並無不利 在憲法框架下 他們可製造符合他們的利益政策制定過程 連在政治生涯中 時常要求修憲的忠貞跟康宏 有聽過這個人嗎 有 一些都有聽過 在任職首相期間的1982年到87年 對修憲也做出低調 民治憲法 民治constitution 到1889年2月11號 行憲到1947年5月3號 是戰敗被美軍占領 被迫實施主要占領全國的美國軍事政府 麥克拉社所謂的日本憲法 兩者憲法對照 來比較 才知道說現在的日本跟台灣的關係 民治憲法的內容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就是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Chapter 1 天皇 第一張 第一批 往上捲 捲上去一點 來我們看這裡好了 日本天皇皇室千秋萬世 各位要記得 日本天皇第一代是誰 神武天皇 神就是神奇的神 武就是文武的武 神武天皇 到現在第幾代 125代 叫做什麼 平成天皇 他的上一代是誰 昭和天皇再上去 大政天皇再上去 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再上去 知道的請舉手 我剛才一開始有說到日子 台灣總督府 富幾天版的時候 我有說的年號 明治天皇再上去 慶應天皇 慶祝的慶應耶 回應的印 應該的印 慶應天皇 來 125代 艾克拉社版的日本憲法 是將日本天皇的實權剝奪 讓天皇變成日本國家象徵性的領袖 也就是說 將日本天皇的地位 由事實主權 real sovereignty 因為戰敗 被外力介入 變成什麼 無實質的主權 nominal sovereignty 然而換個角度 日本人只要維護天皇制度的地位 日本天皇隨時因政府內部重整 可以再由無實質的主權 恢復什麼 事實主權 因為這次新旧憲法都是什麼 把天皇代表國家的主權 要了解 來往上捲 過去日本在戰果時代 諸侯間戰士不斷 大家有聽過這個幕府 有沒有 什麼德川幕府啊 豐田秀吉 知田信長 有的玩 那個線上遊戲 如果看都玩過吧 知田信長 豐臣秀吉 什麼野望 有 有稍微了解 諸侯間戰士不斷 統一全日本的豐臣秀吉 也要上京 夜見天皇 接受 官白的稱號 象徵首相的豐榮 統一全日本的豐臣秀吉 幕府嘛 豐臣幕府 他就要去看天皇 讓天皇把它封 誰比較大 誰比較大 天皇 那諸侯只是代表管轄權 主權在誰那裡 天皇 所以天皇主權 那現今日本國會當選者的勝選 必須什麼 也是要進攻 像安倍 安倍晉三宜 當選 他還是什麼 要接受 日本天皇 他寫什麼 給他封 你現在做什麼 總理 首相 夜見天皇接受任命為首相 夜見天皇接受任命為首相 所以無論麥克拉塞如何修改日本的明治憲法 也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不過是將過去戰國時代跟幕府時代 天皇的地位的無實質主權 那麥克拉塞 給重新恢復了 也就是回到歷史當時的幕府時代 要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現在這個 日本現在 日本帝國的總裁 就哪有像東西的幕府時代 聽得懂嗎 OK 將1889年的2月11號 日本維新的憲法 將天皇事實主權 Real sovereignty 剝奪了 事實上 只要天皇制度存在 天皇的家業 沒有受影響 日本新旧憲法 沒有改變天皇 是Japanish sovereignty的本質 聽得懂嗎 現在的日本也好 還是我們現在台灣 租款是誰的 天皇主權 那尊重是什麼 法理 所以法理至上 我們需要到 現在的Chinese Taipei 要直接對抗嗎 當然要有一個觀念 我們接政權 是向上接政權 太清楚了 跟中華民國接政權 還是跟美國軍事政府接政權 跟美國軍事政府接政權 為什麼 建政權 占領軍 要聽清楚喔 台灣民進府是依照 建政權 由占領區人民所造成的 Civil government 這回去 初級班 我們一開始開課的時候 說的重點 現在要想起來喔 我們是向美國軍事政府接政權 不是向中華民國接政權 那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它是流氓 減什麼 減少 把他的 授權者 我就 是要省一些錢 你就把我灌一下就好了 那就不要了 要省那個錢 要省那個錢 所以叫 China Taipei管整個台灣 正常來講是美國要恢復 戰爭法的架構 就經常和平的條約的架構 要親自來什麼 軍事占領管理台灣 而不是交給ROC 所以大家知道 天皇是日本國家的領袖 是日本國家主權的代表 但是依照憲法的條文 規範 日本天皇並不介入日本國家的政事 大家記得喔 這個是在和平憲法的架構下 才有一句話喔 將是明治天皇 明治憲法的article 4 就是第四條的 大日本帝國第四條 跟麥克阿瑟版的日本憲法 就是和平憲法的第四條的第一款 來對照 再確定日本天皇在現在 這個日本政府的定位 這要了解得很親密喔 書雄 歷史上日本人民從未發生革命 推翻日本天皇的事件 所以大家要定秀 我們萬事一世 軍之代 日本的國歌為什麼 KIMINOYO 代代相傳 有沒有像中國他們歷代 只要征服他們就變成他們的朝代 大家有感覺很好笑嗎 蒙古人征服宋帝國變成宋帝國的祖先 變成什麼 宋 原 民 親 親帝國是女征耶 女征的部族 統一了整個 民帝國原來有的區塊 這些部落 大家要記住 現在中國同樣是部落性質喔 他目前還不是正常的國家喔 他的性質還沒有確定下來喔 大家要記住喔 你看他們 表現出來的像部落性質的 人 很像以前 原始時代 結束的地方 吃麵 有看過那個新聞嗎 吃麵 麵店的老闆只是跟那個消費者講說 你吃不起就不要來消費嘛 要吃麵的中國人 就把麵店的老闆 放在本屬人 這是當時原始部落的水準 有沒有 大家想想看 中國現在有沒有近代化 有沒有進入到文明的國家 上不了台面 所以G7七大工業組織 就是這個組織裡面有沒有中國 排不上 他只能算金磚五國 就是G20裡面 金磚五國跟印度排列在一起 他會排到美國 德國 加拿大 日本 這是G7裡面 不行 因為他還不是文明的國家 歷史上日本沒有發生革命推翻日本天皇 沒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 所以重點在這裡 日本天皇存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所以日本帝國有沒有滅亡 沒有 只是被美國軍事佔領 那日本天皇管理國家大政的權力被懸置了 把管理的權利交給誰 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這一點有沒有聽清楚 有喔 OK 好 反觀歐洲的皇室國家英國比利時 政治實體時 因為人民革命後 由專制君主的政體 轉變什麼 立憲君主的政體 因為美日太平洋戰爭被美軍征服後的日本 為了防範 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 這說 德意志帝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 全敗 巴黎合約簽了之後 驚無幾年 德國的希特勒又起來了 所以全世界有一個恐懼就是 戰敗國 他死灰復燃 我們怎麼去 壓制 預防他 再度死灰復燃 就是這樣 讓他噴開來 所以 麥克阿瑟極力改變日本的憲法 事實證明幾千年來日本的文化傳統 不是外國人麥克阿瑟說的算 因為麥克阿瑟的憲法第一條可以看出 有一點不一樣 一下子 日本人民願意繼續效忠日本天皇強烈意願 不得不讓麥克阿瑟將日本天皇制度保留下來 你看看現在日本日本人 什麼 同樣對天皇 後中的概念又在地 同樣了 好 再來 中華民國蔣介石宣稱 是由他的堅持才保留日本天皇制度 我好笑 以德報怨 北柴尾又敢說了 我不敢說了 說他以德報怨 中華民國蔣介石宣稱是由他的堅持才保留天皇制度 謊言 戰爭時 稱日本是殘暴的敵人 戰後也無日本佔領權 何來的以德報怨 麥克阿瑟日本憲法 這個版本是想 使日本人民享有什麼 popular sovereignty 就是國民的主權 也就是什麼 政治的參與權 但是天皇是代表什麼 Japanese sovereignty 就是 帝國的主權 就是日本的主權 就是日本人民效忠的對象 也給了天皇制 效忠的對象 也是國家主權的象徵 日本人民的 seventy power 還不至於選舉日本天皇 各位有聽到消息嗎 看到新聞 平成天皇在2018年 要搞什麼 德仁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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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要記得 這是我們的事 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們的民分 就是歸屬日本天皇 大家要清楚 佔領初期 麥帥廢止 日本的國歌 KIMINOEO 軍事代 直到1999年8月9號 日本國會再度恢復 KIMINOEO為日本的國歌 國歌是代表國家的象徵 由國歌內容 就可以明確的得知 日本國民所效忠的對象就是什麼 KIMI 也就是日本的天皇 日本國會恢復國歌的政治動作 什麼叫政治 是管理眾人的事 管理政人的事 這叫做政治 各位 你有做家長嗎 你是家長的請舉手 不是家長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各位 家長是不是 裡面 家裡面的事情 要問他對不對 對 水電費誰繳 登記誰的名字 你家裡的電子要去繳嗎 要不要繳 要不要繳水電費 不要繳會怎麼樣 缺掉 那去繳水電費這個動作就是政治 所以一些人說 他不要繳政策 因為政策很黑暗 那就很好笑 那繳水電費 是黑暗的 所以我不繳水電費 因為繳水電費這個動作就是政治 你要改善要出來 管理政人的事 這件事情就是政治 一般的公司行號 董事長 總經理 主任 經理 副理 這些管理階層 他做的事情就是政治 所以這些講政治 他不管政治的人 他根本就是在講謊話 管理政人的事情 有什麼 外觀的 外觀你就 黨署長不要做 總經理不要做 都實質 那你叫做不管政治 所以對政治的概念 我們要有一個很清楚明瞭的了解 什麼叫做政治 管理眾人的事叫做政治 所以沒有繳政策的人 那個獨層 要從頭部裡面揉出來 等會上 現在是因為 清潔隊的垃圾車來了 這個東西 我請大家 幫你剩下的概念 等那個本塑車 給你製造 好不好 你記得 聽到 清潔隊的垃圾車來的時候 那個音樂 少女的祈禱 為什麼要祈禱 因為我們在尖領區 每一天生我 包括國際地位都不正常 我們透過法律 包括每一個人動心 動心動得 大家一起祈禱 他願望 台灣國際地位已經要正常化 不可以 連你 我是中國人 又是台灣人 頭部像精神分裂 先孤立的民憤歸屬 就是日本台灣人 結果你的頭部裡面 還存著中國的思想 NO 一定要去除掉 人才會正常 不可以說 外表是 男孩子 結果頭部裡面說 我是男人 頭部裡面要糾正一下 對自己要了解 走開起來 我也是一樣走 我像走一樣 起來照自己 我是誰 我的名分是屬於誰 很清楚 你才不會被迷惑 這樣騙 像那個人在催眠 像那個 項鍊在頭前 給你洗洗洗 頭部說 你現在你是誰 你是中國人 你不是日本台灣人 你不是 你不要效忠日本天皇 像在催眠一樣 我們透過法律 像我們 水批爸爸的 腳 黏起來 水扇起來 鐵親自己 我們是誰 我是誰 鐵親自己 頭過法律 像在吃 吃藥一樣 像在清洗一樣 把那個毒 改掉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餐 就是什麼 去吃到毒藥 這個毒藥很嚴重 毒蘋果有沒有人敢吃 有毒的土地 像那 輻射 輻射污染很嚴重的土地 種出來的蘋果 敢吃的請舉手 不敢吃的請舉手 謝謝 請放這裡 各位 我們讀的有毒的告責 七十多年 那個毒蘇 也不敢吃 台灣跟中華民國 會不會理 這個是很危險的 來 研究麥克拉社的日本憲法的第二條 Article 2 日本天皇的皇位 依照國會所通過的皇室典範而繼承 說到這皇室典範 大家記得 在2009年 習近平 當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 國家副主席 他去訪問 天皇 那是美國安排 正常來說 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總統 他要去建議日本天皇 他必須要幾個個月前 就去預約了 不會說 鄉鄉說 我要來看 日本天皇就要 馬上來見你 NO 要經過宮內廳的安排 差不多了 你幾個月後 幾月幾號 你可以來今天皇 2009年那一場聚會 習近平跟金上天皇陛下的見面 他說有什麼事情 習近平以前跟2009年 向金上天皇陛下的平成天皇 說有一個事情 現在我們中國 經過改革開放 我們的經濟跟財力 已經可以 什麼 把台灣澎湖買下來 天皇陛下 你可不可以把台灣澎湖賣給我們 天皇怎麼回答 我的風俗 自我的祖先跟我這代為止 不要做過賣賣 我擔任天皇 我既認為天皇 從我的祖先到我這一代 從來沒做過買賣 習近平聽得有嗎 聽得有嗎 你皇室典範說得很清楚 皇室典範就是 你既認天皇 其實皇族裡面 都要遵守皇室典範的規範 尤其是 就既認為 日本天皇這個位置 更加要遵守 更加要遵守 祖先傳下來的 財產 土地 可以增加 不可以減少 所以天皇會把台灣朋友賣掉 德仁殿下 既認日本天皇 會不會把台灣賣掉 不會 所以各位 台灣民政府主張第一條 依據國際法理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為什麼用這個保 什麼叫做保 很平安 受到保護 一直在日本天皇的手裡面 不會丟掉 叫做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這在官僚裡常常記到清楚 台灣民政府主張和立場 你記到清楚要驗證 不然發生這些新聞事件 包括中華 有一間廟 我很多中華人民共和國際 在廟那裡 我問各位 台灣會變中國的嗎 會不會 不會 就算 這個沒有 台灣全部都差他的 中華民共和國際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這個法律的屬性 會改變嗎 美國 總統 欲猶台灣 責任款的屬性 會改變嗎 不會 所以在你差 像這些 ROC這些選舉的 立委啊 議員 代表 ROC 中國啊 從中國來的 這些 台灣的所有權力的代表 他的競選旗幣 他的競選旗幣 電線條 電話條 菜園 禪 都差那些旗 故意怎麼沒收起 你有了解嗎 那個觀念要出來 所有權跟占領權 不會因為差這些旗幣改變 而是法理至上的 重要的觀念 法理的事實 見證事實的一切 大家要記得 麥帥版的日本憲法 並沒有賦予日本人民真正的 sovereign power 主權最高的權力 人民呢 只可以參選參議員 眾議員或者什麼 地方的首長 譬如說這個知識 有聽說嗎 食元聖太郎 做對的知識 他以前做過 首相並非人民直選 至於天皇更無任何法律規範選擇 表示日本人民並不享有 superior power 就是人民最高的權力 可見呢 日本人民並不代表日本主權 也因此日本人民不享有 日本國家的領土主權 status sovereignty 在麥版 麥克拉社版的日本憲法 chapter 就是第三章 有關人民權利和責任的條文 也沒有提到日本人民享有國家主權 所以在看1952年 究竟和平條約第一條B款 來往上移 由麥克拉社版日本的 這個版本的憲法 可以分析出來 日本人民並非 國家主權 跟領土主權的擁有者 那如果將日本 將究竟和平條約 句子裡面的 the Japanese people 解釋為 日本人民 進而進一步來講 承認日本人民 享有日本 跟其領海的完全主權 是完全錯誤 跟不負責任的翻譯 這也是 一般的學者 很容易犯的一個錯誤 所以這點來說 各位要記得 要了解清楚 因為 英語 邊做中文 很多學者 都靠自己的 人體 來翻譯 他並沒有用 英語去了解 英語 所以這些 英語 教文 教育 他真正的意思 請各位 東森學院 在研究的時候 用英語去了解 英語 維基百科 各位 你不可以全部都去審 你知道維基百科 主要是由 中國人 跟流氓在台灣的中國人 包括一些利益的團體 在去面堂編輯 教育的意思 自己去審 有正確嗎 問號 維基百科 你不可以動作聖經 動作經理 不可以 維基百科 最好你要什麼 為他引用的原文 去找正確的答案 不可以說維基百科出來 引述的 維基百科就是聖經 No 不要把它奉為歸孽 有問題 維基百科的內容 你少了解就知道 包括台灣民政府的定義 法理的定義 在維基百科 完全錯誤 他說台灣民政府是私人國家 錯誤 台灣民政府是依據戰爭法 由占領區人民 所組成的 civil government 不是私人國家 現在記者 包括維基百科 編輯的人 你寫的這些東西 我們所有的同心會記錄下來 留給後世來批判 你盡量寫 盡量的醜話沒有關係 歷史會見證 法理會見證 法理至上 他民眾的主張立場 完全是法理 我們不擔心 為什麼 因為 老天爺都安排好了 所以明天 我們不會擔心 各位 你可以安心在這裡坐 為什麼 因為各位 我們的後山很硬 我們的後面是誰 北廣 美國軍事政府 在這裡 五角大廈 所以各位 你們不用擔心 安心上課 來 日本人民享有的不能稱為 Sovity 並非Sovity的創製的本意 這底下還有寫 拒絕戰爭 這個時間關係 大家 這片大家可以看 台灣戰爭史回顧318 我先講到這裡 原來那個日本民治憲法第13條的宣戰權 後來改成什麼 拒絕戰爭 就是和平憲法 原來的 帝國憲法是 天皇有宣戰的權利 OK 好 我們回到PowerPoint 國際戰爭法之下的 台灣民政務 看一下全民 台灣Civil Government 它是不是寫Party啊 是不是寫Party P-A-R-T-Y 是不是 不是 不是耶 寫什麼 G-O-V-E-R N-M-E-N-T 什麼意思 政府 Civil Government 就是台灣 澎湖列島 美國 民政府 民呢 民事的民 平民的民 那美國那邊要求 就是台灣 民政府 這個名叫民事 美國管軍事 民事跟軍事 在佔領區裡面 分開來 因為 國安參謀聯席會 執行長 就是秘書長 再來 盟軍 那那個 我們呢 就在政治聯誼 代代相傳 選別人 當自己的代表 選中 中華民國的流亡 人民 當自己的 民意代表 想盡辦法 虐待我們自己 這個就是政治聯誼 各位 你想想看 有沒有 高雄美國學校 各地學校是 簡編 那為什麼美國學校 越來越多 各位去想想看 為什麼 美國學校那麼多 你看 孫逸仙跟宋慶玲的 結溫證書 寫什麼文字啊 看一下 寫什麼文字 日文 他講字 有國家是什麼 念出來 支那 China 翻譯成中文就是支那 各位想想看 French 法國 德國 他直接翻 為什麼 China叫做中國 中國如果要 China如果要叫中國的話 那請他英文改什麼 中國 而不是China 所以China正確的名稱 是應該叫 寫支那 不是寫中國 戰爭罪 來 看到沒 戰爭罪的罪行是什麼 腳行 海山就是這樣死的 看到這裡 2015年4月12號 孟加拉反對黨的領袖 因為犯戰爭罪遭到 處死 他是 伊斯蘭大會黨的 反對黨領袖 因為犯了戰爭罪 什麼罪 搶劫 大屠殺 縱火強姦 1947年的 228 各位還記得嗎 是不是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是 假的 中國國民黨的台灣大屠殺是 真的 那是不是 戰爭罪 是來不是 佔領區的人民 你要保護他的生命安全跟財產的 平安 幸福 你怎麼可以屠殺佔領區的人民 再來 聯合國通過決議保護遺跡 現在ROC 各個地方 原來留下來台灣總督府的 一些舊的建築 無緣無故 著火 失火 焚毀 有沒有犯戰爭罪 有沒有 蓄意破壞骨骑構成戰爭罪 聯合國安理會在2017年3月24號 通過新的決議 再來以色列加薩這個國際特色組織 呼籲雙方不要再觸犯戰爭法 在2014年的7月份的新聞 再來 敘利亞 聯合國已經聲明了 在敘利亞的內戰 每一個 各方都犯了什麼 念出來什麼罪 戰爭罪 你看228 清香一個月子彈消化20萬發 布袋事件 各位 在兩天 台南酒 布袋加伊布袋 因為 以前 這些 团的 團燃病都沒有 日本 帝國 總統府 很會管理的 大家都沒辦法 結果194年 中華民國 第二站而已 半站而已 開始這些 团難病發生 結果 叫這些警察在 路口 駕機關槍 只要出去 都用機關 穿給他掃射 跟大學 1946年4月16號 布袋事件 大家要記清楚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需要法理至上的 不是台灣人 大家 永遠來參與 天皇的主權 日本天皇 大家永遠不要忘記 今天演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